因为有同修之前有梦到我,有一次是有杀业的 我现在每天念祝语,念礼佛,大半耳闻 然后小房子应该许愿怎样来念呢? 小房子要不停地念,有杀业的要多念礼佛,明白吗? 其实我们只有不停地努力去度人多做功德 还可以消掉这些全自的业障,对吗? 对,如果你想,因为如果在人间已经造了地狱之罪了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多度人,因为多度到一个人的话 你就会消掉很大的一份地狱之罪,明白了吗? 好,还有就是我们要度人多把功德才可以把事情消掉呢? 你们听我讲完,我话还没讲完呢? 我就是跟你们说,要记住消掉地府的罪业的人 想知道自己以后要下地狱的人 最好的方法第一是度人 第二就是绝对不能再做任何不好的事情 否则的话,他还会再继续造地狱之罪,听得懂吗? 好,师傅一定会好好改努力 好吗? 好的,好的,好的